女人最窩心 今天想分享一个很窩心的的士司机故事 话说我今年暑假要回早间 早到没巴士 没地铁 没小巴 所以我可以乘的士上班 工作的地点和家真的来得很远很远 我记得在我第一天乘的士的时候 的士司机问我 你想行红水还是行西水 我说哪条隧道快点 司机说那当然是西水 既然司机都说是西水 我当然说那我们行西水 于是者我乘的士上班 都两个星期了 过的士站的司机都认得我了 他们在这里讨论 有个女孩每天都会乘的士上班 每天都会行西水 那这一天我照常乘的士 那司机问我 小姐你想行西水还是红水 我说西水 刚开车没多久 司机就问我 小姐其实你有没有试过行红水 我说没有 红水不是慢点吗 这个司机跟我说 你现在上班这个时间 其实红水没有人的 行红水可能会快点 更便宜点 不如你今天试试行红水 那我就说 嗯好啊好啊反正都没试过 那天就行了红水 车费真的便宜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司机很特别 我很欣赏他 他不是一个只是为了赚钱的司机 他是一个很敬业 很有爱心的司机 他是很用心 去为乘客去想一条很适合他的道路 把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我多谢他啊